王金平列出的蔡英文十大恶症台湾民众是否认同,这十大恶症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? 对台湾社会和民众带来哪些伤害? 王金平指的蔡英文十大恶症,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。 第一方面,蔡英文上台后不承认九二共识。 硬要搞两国论的台独路线,导致两岸关系紧张,官方沟通管道中断。 同时蔡英文还想方设法阻碍两岸的民间交流,这当然会引起民怨。 而这个民怨所造成的后遗症就是使台湾更加孤立及边缘化,整个困境更加雪上加霜。 第二方面,即蔡英文自以为是的改革,蔡英文非常自负。 她完全不了解台湾民众在想什么,台湾社会需要什么。 这些使得她搞得一例一休非和家园年金改革到最后都是未见其理。 先受其害。造成台湾社会不安、对立、动乱。 所以,蔡英文这种自以为是的改革,从不认错也不加以修正,当然就会造成恶症。 第三方面,即蔡英文刻意制造出的阶级对立、党派清算、世代矛盾。 蔡英文执政三年来,搞了很多党派清算, 如党产会应是把国民党党产清算。 认为清算了国民党党产,国民党就会变无牙老虎。 不具备竞争力,又把转型正义当成政治斗争工具。 年金改革到最后结果是斗争军公交警察人员。 这使得军公交警察人员变成台湾社会里反蔡英文、反民进党的主力。 以上这些就是蔡英文执政三年来搞出来的斗争、清算、矛盾、对立、纷争。 蔡英文非常任性地执政了三年多时间,包括近期涉及两岸关系方面的一些条例。 蔡英文都进行了修改,让很多人认为她这就是修法台独。 刻意阻挠两岸关系发展,刻意阻挠台湾民众或台湾学生来大陆求学创业等。 是否也是引起民怨一个很重要的部分。 蔡英文上台以来,费尽心机在两岸交流上设置的障碍,可以从两方面看。 第一方面,她的行为非常恶劣,危害非常明显,显而易见。 蔡英文出台这些措施,完全视为她的一党之私。 一己之私,完全视为了政党利益和个人利益。 没有照顾老百姓的利益,从性质上看。 蔡英文的行为是完全站在两岸和平发展,时代潮流以及台湾同胞利益的对立面。 这个后果非常严重。 首先,蔡英文破坏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,阻碍了台湾民众想获得更大更好发展的机会。 最终当然也损害了广大台湾同胞想要获得更美好生活的权利。 所以,蔡英文的行为充分说明民进党当局是两岸冲突的制造者,台海和平的破坏者,台湾民众利益的加害者。 第二方面,蔡英文煽动两岸对立的行为,从长远看其欺骗性也会出现逐渐边际递减效应。 从去年九合一选举可看到,蔡英文长期以来煽动台湾社会对大陆的仇恨和对抗。 最终在选举民意面前被证明是没有效果的。 台湾民众已经越来越认清她这些欺骗选票的行为。 所以,蔡英文的欺骗行为终究有一天会被戳穿,谎言永远是谎言,成不了真理。 王金庭谈到台湾目前面临三大危机的根源是什么。 王金庭说现在台湾生病了,那病根是什么,如何才能要到病除。 王金庭指的台湾三大危机非常具体,及两岸关系紧张。 台湾在整个国际舞台上失去角色,在区域经济被孤立化及边缘化。 这三大危机的根源来自蔡英文的权力中毒与蔡英文的台毒病,这些让蔡英文越走越偏。 蔡英文如果三年前上台接受九二共识,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中寻求两岸和平发展。 那一切问题都没有了,可蔡英文就是不承认九二共识。 硬要走两国论的台独路线,所以蔡英文就造成了整个台湾危机的浮现。 而蔡英文在台湾危机里还有三大毒招,第一大毒招是透过修法给人家扣红帽子。 她自己做不成交流,她就不准民间交流,所以就想方设法设路障,搭围墙。 例如修改向安全法,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。 让很多搞两岸民间交流的人到最后随时可能被当局扣上供叠的帽子。 然后被绳之以法,这让很多人心生恐惧。 不敢交流,蔡英文就是用这种所谓的法,用这种所谓的氛围来阻挠两岸民间交流。 第二个毒招是透过媒体,煽动民粹。 让台湾民众讨厌大陆,对抗大陆,不满意大陆,这使得两岸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。 第三个毒招是最严重的毒招,即蔡英文在搞的文化台独路线。 他甚至修改教科书课纲,将教科书课纲中的中国拿掉改成东亚史。 这让现在的年轻人念了教科书后根本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,要彻底把台湾跟大陆做切割。 这就是蔡英文去中国化的毒招。 要治这个病就是两个方法,即台湾人民觉醒后,第一个用手投票,第二个用脚投票。 用手投票就是用选票的方式将蔡英文的执政终结,把蔡英文赶下台让民进党的执政落幕。 用脚投票是指虽然官方不能沟通,虽然民间交流设路障和围墙。 但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是勇敢、大胆、大大方方、堂堂正正去进行的。 如果台湾人民都有了共同的觉醒,那蔡英文党的驻这个洪流吗?蔡英文党的驻大势所趋吗? 所以,能够挽救台湾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台湾人民的觉醒,用手和脚投票把蔡英文的倒行一时终结。 岛内舆论痛批,民进党设东场斗蓝营为所欲为。 面对批评声浪,蔡英文却自我感觉良好,2020选举,民进党还能欺骗台湾民众吗?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